我們來看一下,剛剛老師有提到就是 如果你的文件、你的教材放在雲端硬碟上 那怎麼樣來放進來 那麼各位老師稍微留意一下 如果你要建立自己的知識的話 你可以從這邊這裡新增知識 那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如果你知道別人那個知識的代碼 知識的代碼可以直接打進去 那如果你是自己的就從下面 好,比如說我在這邊TEST的ONE 那要記得按一下ENTER 按一下鍵盤上的ENTER 它就會進去了 好,就會進去了 好,OK 那麼我現在這裡有一個建立的知識 好,這裡 好,進來之後呢 你必須要先有一個主題 然後呢再進去內單元 那您可以看到在這邊 有一個,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問答 一個是什麼,砍入 如果老師比較單純 我只是要把教材呈現出來 您可以用這個砍入的方式 我把它放大一點 你可能會比較容易看 老師可不可以問一下 這個放大的會不會 剛剛字太小 這個 這個啊 不過這樣 有沒有 這裡 您看上面這裡有沒有不一樣 這個就是在這邊 有一個縮放有沒有 快速鍵是什麼 Ctrl鍵按著 加上 加 加 或 減 當然老師剛剛有提到 用滾輪可不可以 也可以 滑鼠滾輪 Ctrl按著加滑鼠滾輪也可以 只是我通常會比較精準一點 我會搭配 那個鍵盤的加減 它會比較容易 那一般建議老師 你要放大的時候 放大盡量是四分之一 可以整除的 就除以四可以整除的 因為它預設第一個是110 110的話 看起來雖然有放大 但是字會比較模糊一點 你如果是四分之一可以整除的 它字會 銳力度會比較夠 這個可能 平常老師比較少去注意的 好 那你滑過去有看到這個 也就知道它是有放大的 如果沒有放大的 在這邊沒有那個放大器 好 那麼您進來這邊之後 進來這邊之後呢 你可以用坎入 這個地方你把它按一下 因為預設它是 給人家貼程式碼的 所以你在這邊把它關掉 也沒說回到標準的 那麼您可以看到 右手邊這裡 有一個灰魂針的 這就來自Google的 這些雲端銀點 那麼它支援目前 在新版本 就多了一種 就是OneNote 也就是說 你可能是來自別人的 別人的 那原則上我們在這邊 就直接選擇 你的Google的 這個Driver就好了 您可以從這邊 那這個時候呢 因為各位的已經有登錄 您的Google帳號了 所以可以從這邊 就直接找到 那如果您覺得這樣 東西太多 你就直接用搜尋了 也可以 或直接從這邊上傳 有沒有 直接從這邊上傳 它也是直接傳到 您的雲端銀點 都好 那假設呢 你看我在這裡 我這裡有一個 好 這裡有一個Word有沒有 像我們今天的 那如果您是這樣子 直接選擇 它進來就是一個超連結 前面會有一個這樣子 好 這是比較單純的 如果您覺得說 我覺得 這樣可以的話 那當然這個名稱 我們還是要把它打進去 好 OK 那麼您就可以稍微測試看 但是記得一件事情 這裡是不是有這個 好 您看看 如果您不要的話 您可以先點開 有沒有 它是不是就一個超連結 點過去 假設您不轉換成Google文件的話 那 因為Google本身的雲端銀點 它現在也都支援 就是可以直接看Word的檔 老師 它是雲端銀點不是有全線的問題嗎 你要把它設公開 還是不用設公開 它要 它要 它設我們設 像我這個是有設 就是公開的 它 雲端銀點的部分 老師剛剛提到很好 雲端銀點的事實上 如果說你是用自己的帳號 那當然你有全線可以看 對不對 那麼 如果說你今天 那個檔案沒有分享的話 因為我們分享共用有分三種 一種叫公開 一種叫公開 等一下我再找畫面給各位老師看一下 一種叫公開 那這個公開是 搜尋引擎會找得到的 另外一種是 警檢室裡面有一個連結 也就是說它知道這個連結的 才能夠進來 它不會被網路搜尋引擎搜尋到 那當然我會比較建議老師用第二種 第三個就是私人 也就是說 預設的狀態下 我是個人的 是完全不分享的 所以我會比較建議老師用第二種 緊超連結 就緊連結的部分 好 那像這樣看應該就沒問題吧 這是第一種方法 那第二種方式是 您可以轉換成Google文件 老師有沒有剛剛發現一個情形 就是點了這個之後 再點一個才會打開 對不對 那如果您希望說 欸我在 他們在學習 就直接出現在這裡面的 您必須要把它 轉換成Google文件 轉換成Google文件 那您可以看到我們剛剛這個裡面 您進來的這邊 好我們剛剛裡面有一些 像這個是網頁沒有問題 好那您看這個大綱有沒有 這個大綱一點 有沒有就直接呈現在裡面 不過說真的那個排版 沒有辦法完全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 你有轉換成Google 線上可以編輯的版本的話 可能沒有辦法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它有個好處 Google文件一點 它可以怎麼樣 幫你做歷史紀錄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會手 不小心怎麼樣 沒有 不該改的把它改了 弄錯了 比如說這一段我不該刪的 結果把它刪掉了 或改掉了 當 欸對 如果你還沒離開那很還原啊 可是如果你存檔 那會關掉檔案怎麼辦 就來不及了嘛 對不對 那Google它會幫你保留 保留那個紀錄 所以你可以隨時回到過去這樣子 嘿隨時回到過去 那這個呢 就必須要做轉換 那麼我們給各位老師 稍微看一下齁 我再繼續錄一下齁 你一般如果Word沒有轉檔 它會像這樣打開對不對 那您可以來這邊選擇開啟工具 有沒有一個Google文件 那點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讓您把它轉換成可線上編輯的 剛剛那個文件是只能看 包括簡報也好 以色尼亞都一樣都可以看 現在準確度還蠻高的 但是有沒有發現轉換過來有點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您在這邊 它有幾種方式 開啟工具有幾種 一種是這個是Google內建的 那麼你也可以選擇其他的一些 有沒有 Google現在也支援一些其他 第三方的那個 所謂的協力廠商的那個工具 你也可以用別的 好那我們現在用內建的就好 好那你轉換好之後呢 你原本的檔案不會不見 變成會多一個出來就對了 好多一個出來 那您看一下在這裡 檔案 有沒有一個叫做發布到網路 就是這一個 好你看點下去 好這 這裡 打開 有沒有一個叫內砍 我們預設是不是只有連結 對不對 也就是說它多過超連結進來 但現在不是我要把它砍在裡面 叫內砍 好發布 他就會問你今天是假的 yes 有沒有取得程式碼 好這個時候呢 你就把這一段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好之後我回到我們剛剛那邊 你再看一下 剛剛這一個 有沒有發現 你知道為什麼 預設我們進到這個 所謂的砍入 它會進這個模式嗎 因為這個通常要給人家貼程式碼 齁 所以你平常進來砍入就是這個 那我只要把剛剛的程式碼貼進來 有沒有 貼進來按儲存 這樣就可以了 那當然這個預覽我們把它打開齁 好現在你看我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跟剛剛不一樣 剛剛這還要超連結一下才看到嘛 好處是 應該會跟你原本的檔案幾乎是一模一樣 但是缺點就是要再點一次 那如果你想要讓它直接在我們的OneNote裡面就直接看到 因為做筆記比較方便 對不對 好那您可以把它轉換成Google文件 這樣就比較方便一些 這樣老師有沒有問題了 了解了齁 好